习近平受威胁连连大欣喜,大老虎无碍将卸中老虎被带一串,近期中共华融华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辣小民被双开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华南被落马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回国被抓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表示,这说明习近平虽然为打大老虎但这些中老虎们必须打, 否则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不仅未断还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加剧,华融系党鼓励,议恋曝光,上海市政府牵势其中赖小民10月15日被开除中共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赖小民,从2009年至2018年,掌管中共最大的金融资管机构, 华融赖小民今年4月17日落马当局,从赖小民在北京的多处房产中共搜出重达三吨的2.7亿元人民币下同现金,而赖小民母亲逢年过节收到的各路人马的孝金, 也多达3亿元10月19日香港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前委员大卫微博,在其创办的网站上刊发题为华融民生网络, 26支不能拥有的股票的文章,揭露以华融为核心包含26家港股上市公司构成的关系网络图,文章称民营资本的股票的泡沫很大, 该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净有型资产仅为10.74亿港元及每股0.023港元, 但截至20,18年10月18日时公司市值借高达169.4亿港元及每股0.355港元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除民生银行向民营资本贷款合计, 63.4亿港元外华融亦通过贷款形式资助该公司, 这也导致华融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持民营资本的高股价。 文章最后说,包括上海市政府,上海报业集团和绿地控股都与华融有关联, 他们与那些受到华融资金支持的港股上市公司,都需进行进一步地备调查。 华融成立于1999年,是经中共国务院批准, 由财政部和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共同发起设立的, 为对口处置中国工商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 而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美国媒体人,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 表示上海市政府,目前在习近平的心腹手中, 但此前的上海政府是江系上海帮的衙门上海市政府牵涉对赖小民的华融, 对华融的处理说明习近平对江泽民的上海帮加紧收拳了, 深圳政法委书记李华南被查原因曝光, 10月9日李华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其在深圳政法系统任职20余年, 李华南从2005年6月起先后任深圳人大副主任, 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10年6月起任深圳中级法院院长, 市委常委,秘书长, 2015年5月起任深圳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市社工委主任,光明新区党, 工委书记等职, 2011年11月在深圳中院院长位置上, 停留了不足一年半后, 李华南试图在上一层楼出任深圳市委常委, 秘书长,成为深圳市委领导班子成员, 文章暗示李华南能获得高升或宇已落马的林存德, 有关2011年, 是广东政坛的换届年, 时任广东省组织部副部长林存德, 在其中的角色, 一直是引人瞩目的话题据说, 林存德落马后, 共出了一份, 与他有过交易的官员榜单万庆良, 李家等人都卷入了与他的交易,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今年7月底中纪委巡视, 组向广东反馈巡视问题时指, 深圳存在着不少问题, 包括肃清立嘉, 万幸良恶劣影响不到位在工程建设, 国企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 多发一些基层管理服务单位腐败问题比较突出等, 李华南的前任是已落马的深圳政法委书记, 蒋尊玉两人曾在深圳常委班子共事长达三年, 蒋尊玉的庆假是深圳中院前副院长黄长青, 与李华南也有交集, 2015年4月黄长青落马, 2017年8月蒋尊玉被判无期徒刑, 深圳曾是江派重要势力范围之一中, 共江派大员黄丽满, 李鸿忠, 王荣等人曾长期经营深圳中共十八大之后, 深圳官场被大清洗多名高层落马, 包括前常务副市长吕瑞峰, 前副市长梁道衡, 蒋尊玉, 而前副市长陈英春对楼死亡此外, 王荣, 蒋, 尊玉和李华南曾因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 多次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列入追查名单美国媒体人,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 表示习近平虽然目前未打大老虎, 但这些中老虎们必须打, 否则习近平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同时这也造成中共高层内斗不会停止, 孟宏伟被抓后转北京要求引渡其期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孟宏伟回国被抓后, 有消息指北京当局已经向法国警方提出了引渡孟宏伟妻子的申请, 孟希接受法国国际邮报, 访问时透露趁中共驻法大使馆曾联系他, 说孟宏伟写了一封信给他担他, 告诉大使馆, 他要在有律师和记者在场的情况下, 他才会去取信或者把信交给法国警方, 后来大使馆就在没有消息, 他与中国的通讯方式被切断, 流亡法国的中国民运人士张剑19日接受大纪元排访时表示, 中共当局已把孟宏伟涉嫌收受贿赂等违法犯罪资料, 传给法国警方和外交部门, 要求引渡孟宏伟的妻子高歌, 也就是格雷斯梦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张剑透露, 中法之间, 有引渡条例, 之前温州路程的区委书记杨湘红到法国考察, 以临时治疗身体名义, 托团, 因为涉嫌贪污犯罪中共一直要求法国将其引渡回去, 这名书记的女儿在法国委托律师, 希望争取这名书记, 以政治庇护的名义留下, 但后来, 法国还是决定将其引渡回国最后这个书记, 不得不逃到了非洲, 张剑表示, 他从一些可靠的消息来源, 得知中共当局, 也是采取同样的方法, 想把孟宏伟的妻子引渡回去, 张剑介绍, 由于中法有很多的合作和经济往来, 法国一直不想得罪中共, 很可能会给孟宏伟妻子一定的压力, 比如要求不能太多的发声, 中共可能想通过这个方式, 让孟宏闭嘴张剑表示, 如果孟宏伟真的掌握中共贪腐阶层的资料, 重要的文件, 可能能换取美国的保护, 但这些东西一拿出来, 就意味着一死网破, 了他并不认为目前孟宏能做到这一点, 美国媒体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网赌人, 表示孟宏伟也许不是江派嫡系, 但是在他却在周永康在位时得到提升, 可见也是和江系同流合污, 从和上海邦关系密切的华容的赖小民被双开, 江泽民, 一手培养的政法系, 支身镇政法委书记李华南被落马, 到江系周永康郭生亏提携, 的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孟宏伟回国被抓, 共同特点都是和江系上海邦关系密切, 王笃然分析习近平之所以必须打这些中老虎们, 是因为如果不抓就影响他的授权与施政, 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也说明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并未平息, 反而, 是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自然不敢手软, 否则就会被下台, 阿波罗网孙, 瑞后报道, ungen银z比较適等我啊, 这上面又死亡, 如果是中美贸易战 qualifying, 可是 mesmo特别就是适合国出火的浇信银 即使更远 posech Ul protest行为在halb特别的浅市沿路中